我家那时候是三代书 一会儿我买车这那啥都不差 给我买房子我都知道你说 138平从来没有这么点个小房子 一个人住行 俩人这么点小房子是不行 老年相亲有多挑 大大大妈来相亲 大妈先是炫耀去世的丈夫有多牛掰 又开始嫌弃大大的小房子 整得大一肚子火 真是要穷 不有富狗眼看人低 今天就让你瞧瞧我家的出息儿子 你有吗 今天来相亲的陈大人 今年63岁 退休金4000元 有房 这不用多钱 不用多钱 不用多钱吗 不用换什么钱 几个五万一高 就是一室一天 以前吧 以前的房子是两室了 一室一天 就是一室一天 退休后的陈大人 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紧跟时代潮流 平板玩得相当顺手 大脑得到了妥善锻炼 身体也不能放松啊 咱陈大爷虽是老掉牙的活 雄心在呀 瞧瞧这三根指头撑起的福卧撑 要是在年轻的几岁 一根指头都能轻松拿捏 你现在平常都喜欢 像海运的吗 以前福卧撑家一手没福卧撑家 是你先了 一只手福卧撑 现在不可以了 以前是怎么说 你现在是这幅 现在以前是这幅 这幅红锅 这幅有没有 三指 三指 这也挺厉害呀 我坚持七八年 我体系上 这些年发烧感冒 找不着我 就冬天就跑步下 那冰流 他浑身通红 也不感觉冷 别看大爷像刚出山的太阳 红光满面 整天乐呵呵 笑嘻嘻 但是却有一段 不堪回首的过往 因为自己年轻时 长得实在是太睡了 很荣幸地被自己单位领导 选位了赴满爷 于是就开启了一段门 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生活 啥时候几个婚姻 八 八二年 这我记得清楚 那天他也是 也是个团委书记 他爸是传统一个 也是国务长 那天我就是 我就是个公园 那你跟他不是门当户对吗 当时 不是门当户对 但是那天我们 也我们单位 他爸想着我了 那天他家 我去他家买卖 给他家买五多卖 我可以拉一车 找公主给他送回家 有些我也说话 发现那有意思吧 他是一个 傻样性格的人呢 你感觉 他特别 就特别也是挺要强的 诶以为掉进了金窝窝 大爷格外的珍惜这段婚姻 那真是哑巴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问了体贴爱奇艺 家里的大事小情自己全部包揽 他不会做饭 不会做菜 我家去人我也都有做饭 等你做 我开支钱都给他呀 完了呢 每月工资都上交 对呀都给他 没想到的是 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已是风起雨涌 结婚不到四年 这宝贝媳妇竟然跟自个的二姐夫 钻到了一个被窝 真是光着身子拉墨 丢了一群人 我后期我说那一啥子 他跟谁呀 二姐夫 你妻子跟你二姐夫 你觉得是出轨的 这个事是事实还是没关系 当然是 不是是我能跟他离婚吗 我们上夜班回家 回家啊 堵住了他没搁家 你跟门口了 你咋不上楼了 我说咋不上楼 他不上楼了 然后后期跟海姨说 小孩不上楼 海姨说 爸 我二姨上了家来的 一整个眼睛 整个爽呼 孩子不撒谎 在家我一考虑 是那回事 我那些我说 现在我说都是实话那些 本想为了孩子 委屈求全 没想到 人家压根不止这一套 老公孩子一概不要 就要这爱的死去活来的二姐夫 最终 陈大爷就这样成功 加入了老光坤行列 离婚后 陈大爷就像李林伦般府 人强家伙硬 既当爹又当妈 把儿子培养得一表然才 事业更是顺风顺水 如今儿子终于出人头地 爸也也想着重新开启第二春 首先咱们是想找年龄 在哪个范围 年龄最好 是八十八 那是小 小比小太多了 大不能超过五岁 小也不能小过 十岁八岁的 岁数太大太小的话 有带个 住房啊 工资啊 最好是有退休的 退休工资少点也可以 少点最少 能是多少 你最少也得 一千 一千 两千以内吧 邋遢的不可以啊 最起码早点 立即干净了 男女之间没有抱拥金 成不了夫妻 这个我都能做到 王大妈 五十七岁 丧欧 退休金两千八百元 别看大妈 租房退休金不高 可人家可是个 妥妥的赚钱小能手 仅凭做兼职 就能实现月入过半 我也是快的 退休手下很多家 还继续干的呢 有时候我天天就 往税务局跑这些事 东跑西流的 我还回来的时候 再整整账 那你月月月 还得整这 还能不能挣钱呢 是不是 你这一个月 家里的总共收入 得有多少钱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呢 一万块钱也不多 大妈的老伴 因为常年喝酒 干喝出了毛病 房子都卖了 拿来治病 结果还是弄了 人才两空 如今大妈在找老伴 就想找个有房的 国家公务员最好 最差工资 也不能低于三千元 那陈大爷条件配搭吗 不是绰绰有余吗 那就见见呗 哎 大哥 他走门口了 来来来来 这半天也没下来 我直接就领大姐上来了 你家我没人下来 我等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都是啥感觉呢 觉得不对 心里不对 看他一眼 我就觉得 不是以后我爱的 走啊 去来啊 走啊 去来找晚晚 就是自己家这个呢 就是一时一天 就这么大会儿 看了现在就知道 两人可能领先见面 也是发生 嗯哼 我看着还挺感 感觉挺好的 大妈对大爷的感觉 不见仁业 但是大爷却填上心头 那感觉就像 围着火炉湿西瓜 身上暖晃晃 心里美滋滋 虽说是看脸的时代 但是过日子 还得看人品 坐下唠唠才靠谱 万一合适呢 你也是离异的吗 不是 我二人走了 那杆儿喝坏了 16年就走了 我家那时候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个老板 他们干高速公路的 就说咱上饭店吃 就咱这样小饭店 从来都不到 你知道吗 他去那饭店 都说大饭店好饭店 每回回的时候 他手下很多朋友 开的车都跟着他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告诉你 你知道 看来今天这乡亲 是鼻孔喝凉水 够呛呀 大妈就是指着 秃子骂和尚 借题发挥 你老公再牛那 也是过去世 再有钱 也都花了个底朝天 咱得活在当下 面对现实 家里那小房不 还是粗的吗 别哈马跳成盘 不知道自个几斤几两了 既然挑战男人的雄风 大爷必须也得应战啊 人家标签的过程中 为啥咱要提过去的老伴 拿出来做对比这种感觉 对 还是说对比啊 那不行 那不是 跟人对比也对比不上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跟你说 学校自己以前 他老公不是一般人 都是一般人 有什么不是一般人 我家省不自觉 金属公司 最佣金是四千多块钱 我家好像也 也是我家还是公园 但是也干的工程 没什么 挣钱多钱也多 年目前七八百万 太轻松了 你有个有能耐的 过去是老公 人大爷有一个 正在进行时的能耐儿子 你有吗 拼儿子大妈肯定不行 大妈又开始转移战线了 咱来聊个房子吧 真是推着小车上台阶 一步一个坎 我家那时候是 咱得说 一会儿我买车 这啥都不差 给我买房子 我都知道你说 我们一百三十八平 从来没有这么点个小房子 一个人住行 俩人这么点小房子是不行 我房子是小 房子又半年 也是也会变大的了 这种变大 我一分钱不如拿 不用花钱 孩子都是孩子 不说 家孩子外面房子有不少 那个甚至广给我买 就买两套 家孩子也算供应吧 卡工大毕业 我挺自豪 我培养 都是我培养孩子 我说他爸啥能的 没有这个东西 八行过海 各显神通 没想到 怎么绕都没能绕过 陈大爷呢 有出户的儿子 随后 大爷表示 这老太的百家姓 学的要照张嘴 就是钱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理想型 相亲失败后 红娘又给陈大爷 介绍了王大妈 大妈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两千三百元 有房 王大妈找老伴 条件很明确 年龄在六十六至七十岁之间 比你大的 对比你小的呢 比我小的也行 但不能小太多 小个一两岁就行 比超过五岁 超过五岁就不好办了 住房的问题吧 我这么想的 他有没有都可以 但是呢 必须得有退休金 而且子女不能在身边 你会就是说 管对方要工资吗 这个事 对呀 工资那必须得 大爷独身几十年 见着女人就发慌 一进门就紧张地 站起来军资 突然紧张了 那都怎么了 来 先进屋 先进屋 把鞋脱了 不用不脱 不脱没事 你好 你好 大哥为了啥子这么拔着吗 叫利君子 对不对 个儿挺高 个儿挺高 我看大哥手上还拿着 这是啥呀 3666 这花挺好的 这是要给大姐 撕不太眼了吗 我一看这跟大姐 虽然衣服撕得一样的呀 还挺香的 我们挺香的 哎呀 真是蛤马变青蛙 玩得挺慌啊 大妈着实被感动一番 得知大妈在老伴病动期间 不离不弃 大爷很是欣赏 我是上午的 12年4月4号 没的 起不来9个月 我一直在吃饭 那时候 我们钱就基本花的 就差不多了 说句心里话 那你说不能给 不能不给他看呢 我爸说在里面说 你不吃饭他 那都完全可以的 我说不能这么办 我咬牙点直下来的 不容易 一直吃饭的走 他挺担当 最近他对以前的老公 他招牙的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 我仅仅敬佩这一点 通过了解后 两人对彼此的感觉都好感备更 无论大爷谈天说地 躺空气 大妈都赔着 但是这钱的是必须得说明白 生活吧 说在这工资 咱俩工资说在 你约开四千多 嗯 你给我一部分零花钱 说在生活呢 我管 这你就需要多钱零花钱你说 啊 两千五 你给两千五 嗯 你零花钱 不是 就是生活都我管 听到大妈要钱 大爱不乐意的 只要你爱我爱得深 不用你要两千五 每月四千全都奉上 反正就那几个走 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我儿子有的是钱 不缺我这仨瓜俩走 我们俩人今天走在一起 就必须 亲往一出想 亲往一出 你又啥大自分说 你要两千我心里不不不不不不说 你这不还是 跟我不是一起 一心讲话 俩人家就都有 最有机能讲话了 俩人家咱俩同事都可以一起去花呗 我说的意思吧 给你留点积极 我还攒钱 我攒钱干啥 我攒钱 我没要攒钱 我家还要输 我家还有人不缺钱 我家还要输 你说那两千我又没明白这个意思 那不是问题 我现在我也不跟你解释挺明白的吗 钱的问题说明白后 爸妈又抛出了一个灵魂好问 你今年有六十几样 六十二周岁 六十二周岁 我是五九年成员 比我小四岁 是你学大 我底线没说 大都能超过五岁 但是你确实挺好的 我心地里也挺善良的 但绝对不是骗那个东西 我们看出来 空房那都挺好 我们可以往下走 那就行 那咱就可以往前走 以后你也会幸福 我会疼 以后也会用心去爱你 没错 完美 独守空房几时代 如今大爷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